我们来用GT106改换之后 用这个9-18V的设备来配合它坐车 首先它的电压是30V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电压正来了之后 显示是30V 给到1U 也是显示30V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线 K线是29V 这个是9-18V 所以我们来确定一下GT106的转换 12.8V 输入是30V 现在是显示输出的是12.79V 那么这样子我们接这个就能保证它是安全的 然后我们来诊断一下卡车的意思 然后我们来读一下它的故障码 这是读到的故障码 这是读到的故障码 就是这样子